欸 在第一隻 一波鹽就被吃光 先總共有四個造型 那每一個造型然後都代表了一個時代 那今年剛好是那個應該一百年嘛 那一百年其實是有著很特殊的意義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從過去到現在的一個 一個拍片的一個感覺 那軟一天你的話你就有點笑沒關係 因為他哭嘛 所以 他就先從我身上的這一套開始講起 那其實我身上的這一套就是一個 我會拿一個那個很舊式的Bollex的一個攝影機 那也是我這一次跟猴島一起拍攝的這個 這個現場影片 現場廣告 然後才學會怎麼使用 然後怎麼玩的 那其實我就像是一個 一個紀錄片的一個攝影師 或是一個紀錄片的導演 然後我在紀錄著這一切 那我在紀錄了這一切的 在紀錄這些過程 在紀錄到我看到這個 這個現在的美的時候 我也看到了以前我曾經走過 以前我每一個角色都比你走過的路 你剛剛兩台已經開走起來了 走走走走 謝謝你走 好走 有像是我今天穿著西裝褲 然後穿著整套西裝 然後褲子很寬大 有點像是光復前的一個裝扮 那有更早以前我們穿著長毛馬化 然後抱著小孩子 然後拍攝了一個救灶片的一個感覺 也有扮演像是去山裡面採藥 然後去山裡面搜集一些 找一些新的物種 找一些新的發現的一個研究的人 那其實整個過程還還蠻有意思的 就有點自己拍自己的感覺 對 它給你一個很不受限制的一個發揮的空間 只告訴你一些既定的一個框架 讓在這個框架期間讓你看到很重要 那我想 這對我弟爺來講也是很 非常非常難得的經驗 合作完了以後 今天到現在工作結束以後 其實我覺得特別特別開心 因為好像 好像就 如果說 鬥倒像爸爸一樣 好好倒人家這樣殺公 或爺爺之類的這樣子 就很酷啊 大家好我是阮青天 我是2011年的金馬影展電影大使 那歡迎大家跟我一起參加 今年的金馬影展 跟我一起感受電影的魔力